小黑层二楼的厕所现在是这样的 我准备给他带着这样 现在天气越来越了 想上个厕所还得去一夜老师 那是有点冻的 并且这个厕所真的超级多问题 不仅马桶不能冲水 墙面上还横着竖着一堆 砸起砸扒的水管子 哎 地漏不仅是个大坑 还会喷泉 神秘空间 这热水器上怎么没有个洞啊 你的 心好累啊 墙面瓷砖机的颜色 还是上次刷厨房的 我真的好喜欢这个香草牌 就是最上面的构造 太高了 手短 做了个加强杆 嗯 非常趁手 勉勉强强吧 再把黑漆涂上 但感觉墙面还是空空的 我又找到了点PU线条 用勉钉将粘上去 就当是腰线了 给它们刷成同样的颜色 一下就有感觉了 等干了之后 再刷上一层亮面保护漆 这样使用寿命会更长一点 二海 保护刷刷结束 一晚上过去 这就干的差不多了 下面解决地面的问题 这个马桶 直接换个新的 选的九木静力冲 健康节能智能马桶 商家还免费帮忙拆掉这个旧的 很贴心 选它的原因有很多 一是因为它的核心功能 无水压限制静力冲 一级水效 特别生水 但更重要的 还是因为颜值啦 而且如果有了剩菜剩饭 手里东西特别多的情况下 这么一挥 直接就冲了 至于地面 之前的厨房 已经刷过一次棋盘阁了 而且瓷砖还是正方形的 本以为这次会特别得心硬生 但没想到 因为瓷砖有凹槽 不管是美纹纸还是自喷漆 都会流到凹槽里 我是谁 只能纯手工硬化了 老腰都快给我累一贯了 才花了三分之一 远看还行 这进不住 只能后期拿白气修补了 好了 终于下点药 怎么太难了 刷完之后再上一面保护漆 我以后再也不化棋盘阁 累得我快入土了 不过好在效果不错 真是超大的安慰呀 OK 搞定 瓷手池上面的镜子 我也打算用棋盘阁元素 花15块钱买了三片马赛 手瓷砖 缩小板瓷盘 一毛一样 把上面的小瓷砖 一个一个抠上了 用米粒刀粘上 再来一圈吧 搞定 真好看呀 挂个毛巾 再按一个纸巾盒 看看最终效果吧 现在抖音双十一好无极 超多低价心动商品 快走划去抖音双十八 nice